山寨是投机取巧 钻法律空当的行为 在法律层面上 已经侵犯了著作权 商标权一系列权益问题 打击盗版是我现在必须要做的 不管付出多少钱我都愿意 那您手上有没有什么被盗版的资料 或者是信息 不好意思啊 我帮你捡 小心 小心点 对不起啊 我赶时间 这个人真是 那个家伙是故意抓我 和我钱包还找帮手 小偷站住 现在你只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并且修改完这三套衣服 送到国际会展中心 我就猜到这是DI的时装啊 款式真的不错啊 别摸皱了 一会儿还得送走呢 但是这些款式 我都没有见过啊 眼下 咱们这次真的发达 我要把这些款式拍下来 然后你来制作 我再把这些衣服 放到我的网店里去销售 许蒙琛同款 这下我们真的赚翻了 你想都别想啊 你想穿什么 我可以给你做 但是拿着别人家的东西 公然销售 就是抄袭盗窃 这是违法的知道吗 你 想都别想 你硬 设计绝对不能外泄 如果外泄的话 我们费这么多精力和时间打造的秀 就全没用了 公司上市 虽然比时装重要 可是在我看来 通过我展示的时装品质更重要 我们品牌 有很多时装都是因为做工不良 才影响公司的销售量 我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公司好 如果真的被剽写的话 我愿意圈圈覆塞 锦刀 东华诺十五分钟快 没问题 注意安全 你们看 在短短的一个半小时之内 竟然修改了三套衣服 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们小店的这个手工工艺 绝对是传统的手工工艺 不管是东奈尔那家 还是都办那家 我们都能做到 比原版还原版 比奢侈品还奢侈品 小偷 小偷 你以为你穿的人模狗样 我就不认识你了 不好意思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我 不要装傻冲冷 把钱包还给我 喂 丁总 衣服的来源我找到了 是个网红 网红 对 他大部分的衣服 都是在一个叫 消逝光年的制衣铺里定制的 我推测 他们的那个店铺 就是通过网络直播 来销售山寨版的服装 店主叫什么 他叫严夏 然后那个网红聂斯奇 他只不过三款修改过的衣服 好像也是跟贵公司有关的 我把截图一块发给你 好 好